当你发现自己去医院看诊的诊间 跟裁剑武汉肺炎的诊间是同一间 而且进入裁剑诊间病患还被验出阳性确诊 就记着光听抖绝的母汤 就有读者向苹果新闻网投诉 卫福部桃源医院的武汉肺炎自费筛检门诊 竟然没有和一般门诊区隔开来 反而是内科和嘉医科门诊接着坐 没想到日前还验出一例确诊病患 而且一般看诊患者跟武汉肺炎受检民众 就这样交错进入同一个诊间成了防疫漏洞 读者指出桃源医院没有另外规划 一个独立诊间做自费筛检 医师可能做完三到五位自费筛检 用酒精擦拭受试者接触过的地方后 就直接让民众进诊间看诊 接着可能又有人来做自费筛检 而且最令人担心的是 自费筛检的诊间还紧邻其他科别的门诊 也很难保证后诊民众会全程戴上口罩 有时候还会拿掉口罩 就在后诊间聊天或吃东西 夸张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读者透露帮那名确诊者做筛检的医师 虽然当天全副武装 但是医师却只带了外科口罩 不是N95口罩 跟诊的护理师只有戴N95口罩加手套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明明医师跟护理师两人都有接触到确诊者 结果现在医师在居家隔离 但是医院却认为护理师可以叫上上班 对于医院没有把武汉肺炎筛检诊间 跟一般诊间区隔开的情形 连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 也觉得医院的做法相当不妥 如果是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 15家管理者它重当然比较不适合 所以县疫重有做过裁检 它整间要经过大约人的消息 12到15次的换季20分钟 然后还有完成防疫的治疗和消毒 才可以继续进行门诊业务 疫情指挥中心中区指挥官黄高斌也认为 不管是自费筛检的诊间还是后诊区 都应该跟一般门诊区隔开 自费筛检诊间当天做完筛检后 就得彻底消毒 而且不能再帮一般病人看诊 否则同一个诊间里 可能会有小飞沫漂浮在空气中的疑虑 至于医院让护理师照常上班的部分 黄高斌也说 因为护理师有适当防护 所以照常上班没有问题 桃源医院对于读者的种种指控 则是回应 自费裁检服务对象是针对要出国的民众 都有经过健保卡确定无出国时 两晚体温后才进入门诊 居家检疫裁检的部分 则是设在急诊户外裁检 从今年初至今都有严格控管 不过最近有大量移共在检疫期满后 来医院做自费裁检 因此院方已经从12月16日开始 启动户外筛检门诊 好让来看诊的民众更安心 至于一般民众和自费裁检者 是不是使用同一诊间 院方并没有正面回应 仅说明自费裁检门诊实施预约及挂号 跟一般民众并没有交叉看诊的疑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